中正紀念堂车来速17号正式启用 8点还没到就有民众排队等待 目前中正紀念堂筛检站 每天释出三个预约时段 主要采线上预约制 每个时段可预约名额400人 一天共1200人的筛检量能 预约全部都满了 昨天半夜三点钟就满了 我们预约900位 现场再加300位 所以就1200位 有一点预备能量 有了前几次经验 这回上路不卡卡 快筛阳性民众要先上 北市府网站预约登记 之后要到现场做PCR筛检 现场筛检站分成四道 一道行人一道机车 还有两道汽车道 汽车还分低承载和高承载车道 到目前为止 现在一小时了 还蛮顺畅的 代表是当初我们的设计 应该是发挥它的功能 九点钟左右的时候 机车已经优先结束了 所以我们把机车这一道 就赶快开放变成汽车道 车来速有效缓解了 急诊室采检量能 台北车来速有三站 每日可提供约 3800个筛检量能 另外基隆也开三个广场筛检 陶渊也增设12个临时筛检站 高雄有7个车来速 23个社区筛检站可做PCR 要分流筛检量能 不让确诊民众等太久 市府提供便民服务 现在却问题来了 根据5月15号 北市筛检数据来看 车来速爽约率 北市科30% 木榨42% 急诊医院仍爱1 42% 和平1 39% 中正纪念堂车来速正式启用 建议民众预约了 就要到现场筛检 如果来不及 可以取消 以免占据其他人的名额 警示人超赞 陈胜义采访报道